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节的万迷早晨节目 这节目就要跟大家讲讲 以致那场球阶的防守 究竟见到什么呢 不过讲到我们的防守之前 刚刚早前回答大家网友的问题 答漏了一题 有网友问 大巴 你所有的影片是否都是一手一脚包办 有没有人帮你手的 你怎样搞得行 有没有时间陪家人 所有的前中后都是一手包办 大家看的影片每天三至四条片 都是我自己一脚一脚搞的 没有人帮我手的 很久以前有位网友大水炮 在直播的时候有帮我手 但现在他都很忙 所以无论直播 重弯什么差事都好 所有三个台 万联球迷八大巴 万联新闻 还有足球吹吹吹闸 全部都是我一手一脚包办的 有没有时间陪家人 当然有了 我家人现在就在我旁边了 虽然我的家人也不是看球的 但他们也明白到 足球里找到我的乐趣 所以他们也尽量配合到我 所以我也是非常开心的 多谢我的家人 他现在就在我后面了 好 言归正主了 说完废话 那就要说说我们这场球 看到一些防守的事 当然了 都是问题 也要看看的 虽然我们赢了球 但是防守方面的问题也要看 另外间接地看到哈利简尼的料子 好了 这球球是第一球球 其实一分钟的时候 你看到摩尼奴做足功课 已经是打我们的 然后转到上方 即是右手边 接着大家留意 接着他又打回我们的 右边 即是打回我们的右边 看到这球球 这是Lukas Moura 一带了进去后 就传回后 他就射球 抱歉 他就射球 但是大家看看 现在镜头入镜了 他就是选一射球 但是我们的 右边 你看到老孙在中间 就遇入了无人之境 而后面还有一个19号的二次球员 完全是无人的 你看到我们的中间 卡利简尼是返不迟的 然后后面 只得到云比萨卡 一个打两个 所以这球球 如果Lukas Moura不是选择射球 而是选择回来的话 当然我们的梳尼奴会尽力挡住 但是如果挡不到的话 后面就是正所谓任玩的了 好了 接着第二球 转转画面 这球就想跟大家讲讲 哈利麦戒亚 真的讲了哈利盐尼的 失位的问题 这球球现在大家看到了 这次就是一个传球 直接劏穿 但是这里我特意要继续 让大家看看 看到直至全线 直到中圈的位置 问题就是麦汤就站在这里 接着麦戒亚无厘头 就跑出来杀球 这球球就充分突显了 麦戒亚 真的有时候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冲出来 明明麦汤已经在这里 就冲出来杀球的时候 就衍生了这个问题 他们一醒目地 就已经拖开了 你看看 麦戒亚都知道糟糕了 哎呀 先回一下 麦戒亚都知道糟糕了 举了手 回后帮手 这样 结果你看看 他突然跑到上去 跟麦汤一起 结果就失了位 对手 对手一个快攻 他都知道糟糕了 接着梭尔 连托洛夫 就不断死充满充 帮他保位 所以 明明我们是一个 back fall的阵式 现在 就流了个洞 就流了麦戒亚的洞 就是因为 他无厘头走出去 搶球 而又搶不到 当然你搶到没问题 但最重要 就是 麦汤在这里 为什么你要上去搶球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接着和大家分享到69分钟 亦是一个麦戒亚失位的问题 大家看看 画面现在看到 看看去到哪 一个高波打下来 麦戒亚和哈利简尼两个预备入镜头 就开始增逐高波打下来 两个入镜头 明明 大家停一停 明明麦戒亚 已经拿了一个漂亮的身位 接着是打算清掉这个球 谁知道哈利简尼多好 他一下子就偷了麦戒亚的球 接着麦戒亚的坏动作 记不记得上一次的慢慢看 不是慢慢看 上一次的超级慢镜看 麦戒亚的乏乏乏乏乏乏乏 拿着哈利简尼的球衣 加利简尼 一下子就偷了球 吃了身位 接着就预备进 接着拉球 结果拿了王牌 老实说 这球球也是突显了麦戒亚的不点之处 但这球球和上一球有点不同 这球球就是他自己单对单对着麦戒亚 而他迫着要去追 因为他是他的位置 他就不是跑去标 但你也看到 这个就是充分显现到麦戒亚的慢 和哈利简尼之高 的分别 不过 所以 有时 我们经常都说 连特洛夫 怎么怎么怎么 其实他的帕兔麦戒亚 亦都帮了一把 令到他脱落的情况更加严重 说真的 接着再说 39分钟 那球失球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那球失球 哪个有责任 这球球 在进攻路线的右边 上方画面 连特洛夫和麦戒亚都站好位 本来 一脚传了 尝试去打我们 看不看有没有人 这次就不是 这次 这次虽然 你看看孙英文 有朋友说 其实福仔应该是理论上 追紧老孙的 但就没有追 追不及 这个当然第一个问题 但也是可以看到 哈利简尼很巧妙地 把位置印 就印给Lukas Mora 连特洛夫的意思是漏球 但也突显到 刚入镜头的右边 哈利麦戒亚 亦是追不到Lukas Mora 亦是 麦戒亚的速度不够的突显了 结果 连特洛夫当然有责任 他漏球了 但是 他的拍档 麦戒亚也因为速度的问题 保不了位 但当然 大家都要明白 他的新型 他的新高 连特洛夫跑得很快 其实真的有点疑过分 我也同意 是吧 但结果 这球球就这样失去 被老孙 兇了 当然 福仔 是不是应该追回他 这也是一个可以斟促的地方 好了 接着还有另一个角度 这球球 一个球在冲上去 接着就是 连特洛夫 就是哈利麦戒亚 亦是看到哈利麦戒亚 sorry 哈利范尼 哈利范尼的权 很少了 他真的 不知他那么省见到 连特洛夫的人 就偏向左边 因为 连特洛夫现在 由右边冲向左边 所以 他就把球一印 连特洛夫的右边 我想他的 如意算盘 根本上连特洛夫 连特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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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惜 他的拍檔 哈利麦加也 也保不了位 結果 就造成失波 順帶 也要提醒大家 這球失波 之前的 不及一分鐘發生什麼事 孫玲文疑似被蜜湯碰到 放在地上超過幾分鐘 還要他的隊友扶他起來 很痛楚的表情之後 都不用一分鐘 已經跑得健健康康 還要跑得這麼快 完全不覺得他支持受過傷 的情況之下 所以這條片 其實也有幾個 這場球對二次的球 我們算是打得好 當然所有的後防都會有漏洞 但我也帶出了這個問題 就是 连特洛夫和麥加亞 這對中堅白檔 其實 是不是真的 不能夠互補呢 因為剛才我們幾個個案子都是 如果 他兩個 都是 找到一個比較速度快 和包括厲害的中堅 當然這個中堅很難找 這個是事實 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 所以我經常都說一句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就是 麥加亞和連特洛夫 其實應該 互相做替補 即是說 連特洛夫做麥加亞的後備 然後再找一個 正確的中堅 其實就會比較理想 但是當然 我亦都跟大家說過 在昨天那一集的 白達北角度 就是說什麼呢 在短期內 我們被迫出出 連特洛夫和麥加亞的時候 一定應該要出軒仔 因為軒仔出來的殺波 就是補到他們兩個的速度慢 起碼這場 我昨天已經說了給大家看 我越來越喜歡這個超級慢鏡 看真的一點 因為看到很多 我們更加仔細的東西 希望如果我繼續可以這樣做下去 還有 希望我們的這些問題 我們的教練員隊已經看到了 不過是需要買人去補救 所以下季應該好一點吧 希望這樣吧 拜拜